应急文物保护实验室 然后待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向各位介绍 然后发掘舱的话 我们能够看到就是这个发掘舱 然后我们能够看到这第一个 就是印入连连的叫四号祭祀坑 这个坑的话 我们是根据这个顺序从北往南 因为我们现在从上面的话是北 然后这个是四号坑的话 它对应的这个发掘舱是一号发掘舱 五六七号坑 这个坑的话 刚刚我介绍了 就是三号坑主要是上海大学 和四川考古院一起发掘的 然后现在五六七号坑主要是 四川大学和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研究院 联合发掘 然后这个坑的话 我们能够看到主要是有三个 这个擦舱也有3.5平方米 但是它我们用一个名词来接概括 就是几率满床 因为它确实它的经济 现在发现了一个就是面具 比较大的面积 应该说是最大的面积之一 这个面具在国内的话 也是在托个五号坑 五号坑是那个小的 就是现在我们的 对对对 能看到能看到能看到 是是是 基本上都是这几个 对然后对你看 我们刚刚我用一个词就是 精浴满床 确实是因为它的精气 数量比较多 而且我们的就是整体的细形 大小的话不是很大 都比较偏小 但是 数量很多 对非常精细 因为我们这个 这个比较坑比较小 而且比较浅 实际上是 比较早我们就已经 揭露出来了 同时也提取了相当部分了 但是 我们能够看到 它确实埋长的话 不是非常厚 但是它的数量多 而且它们之间的关系 比较复杂 所以说我们现在 也是台的这个状态 同时它会提供一个 比较相对积极的 一个工作环境 因为我们进入 你看 我们看到的吊窗 现在目前在讨论的 主要是 我们能够看到了两个坑 一个坑是六号坑 一个坑是七号坑 六号坑是打破七号坑的 目前我们就 六号坑的清理工作 发现它是一个 一个木匣子一类的 看化了 对 然后暂时没有发现其他 对于这个 就像其他这样 白藏比较高负的 或者是比较复杂的 暂时没有发现 对 就是我们现在能够看到的 包括我们已经出处的 包括已经超过百件 对 百件的红屑 然后象牙的话 有些定百件 后续会也不超过 因为现在象牙年 还有一些象牙 象牙的话 大概我们能够看出来 基本上是 比较 这是一个 这是我们的一个 叫集成花的平台 也叫做 也叫做升降平台 简而言之 就是我们 就是我们要下去 进行操作的话 比如发掘 或者提取文物 或者保护的话 我们可能就是 强调一个非接触式 就是因为下面的 埋放荧物很复杂 而且很多 尽可能减少 对它的一个损害 所以说我们会 会见到很重的 一件大口吨 因为大口吨里面 都是土 还有一些海费这些 所以说整体来说的话 它的承重能力是很强的 出了 非常强调的 对 对 那个话是2号坑的所在位置 那个坑的话是原来的2号坑 就是86年发掘 对 86年发掘的 然后所以说我们把1号坑和2号坑都有 然后然后这个我要付出的 是有多的 然后1号坑的剧情 对 当然也有机器 所以说我们能够看到 而且我们能够知道的 就是2号下不下 或者是看一起 所以也是很好 当然没有 我们是90后是3号坑长 然后他们其实也是非常好 这种团线 但是来看这些之后 很快就发现了 然后发现这些天之后 我们就是我们现在 所谈的毫无发掘 包括各方面都是一家企业的 是一个过程 对 这一回 谢谢 谢谢